我叫Oliver 徐远征 今天就用中文 我们一起交流训练 对 今天我们就 先一起做个热身 然后练一些运球 基本功脚步 然后练一些投篮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一起 练一下弹跳 再练点身体都OK 往侧一下 练一球 这手臂 练一高一点 对 5分钟园地运球 然后我们做一些移动的 对 就这样就行 我们围这个圈 右手大力运 换边 左手 肩膀大力 回到右手 V 回到右手 看 握一下 先晕一下 变向 晕一下 胯下 晕一下 然后背后 背后的要点是 现在不是握 不是这样 想像是你后面的变向 后面的变向 看这个方向 就现在不是这样 所以晕一下 晕一下背后 晕一下背后 好 现在晕一下 然后双背后 看 找一下这个节奏 然后你找到了 就开始大力点 你的脚 别拔着脚 你宽一点 然后腿是往里面发劲的 再宽一点 腿是往里面发劲的 对 好 OK 休息一下 大家在边线 到边线 这样 现在我们往横的运 晕 看 你会往横飘一下 看 到这个位置 再变向 变向 变向 然后变向 回去 两下 变 一 二 变 跨下 你在这会让球 飘一下 看 不是 即可 这样 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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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现在是这一下 这样一下 你那一下 缓一下 就单脚支撑在做 一个连续下 对对对 就不是双脚垫步 看 这样一下 现在我们练一下 你们的中心脚 篮球规矩 你只能有两个中心脚吗 你们谁是左手 有没有左手的 都是右手的 OK 那 你 极大部分时间 都是想你左脚是中心脚 就你接到球以后 可能双脚落地 可是左脚是你主要移动的 也不是说右脚不行 可是你起码有个很稳定的 就是很习惯的 你比赛出现 你不会就是慌张 你如果没练过右脚 你突然这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大家就所有先用的左脚 找我们一会每个人找个位置看了 有两个转身方式 啊 front pivot 往前 然后也有往后 啊 reverse pivot 可是你看这要点 我不是在脚后跟上 不能这样 或者 一直是拳脚掌 或者前脚掌 看 这个感觉 你一会做的时候 别这样八字脚 八字脚 这个转不了力量 你看 你得往里面发力 就每次刺探步的时候 你都是看 往里面发劲 所以一会前转身的时候 看 回到这儿 回到这儿 别回到以后 这样 那你就发不了力 好 前转身 吸关键往里面 前转 后转身 看 别这样了 别这样 身子别上来 胸是往前了 然后后转身 看 拳脚掌 好 现在拿着球 拿着球做 就左脚 左脚中心脚 往前 脚宽一点 往里面发力 我们现在分两边练投篮 女生 先练一会儿上篮步 我们再练投篮 男生我现在就在里面练投篮 好吧 教给你们跳投吧 跳投 有个跳投练习就是 学会这个发力 你原地双手运 看 然后在空中头 看着 别拔自脚 连贯 在空中头 对 看了 这个连贯 要连贯 别 在空中头 这个力量你应该感觉到太多了 这就对了 掌握好 掌握好 对 跳高一点 跳 我拿着球 往右边 左右 然后往左边 就右左 走 你们从发球界开始 每次要做个跳投 就跳起 高阐我们做点 跳投 跳起来 好 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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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对 右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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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就跳了 跳 再 你得跳投 跳投 跳起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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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近点 对 你们身子 包括你 你身子别这样 身子还是向前的 快 go 你们这一下蹬出去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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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背对着篮 刚才我们的那个脚步 reverse 对吧 第一下往左边 第二下往右边看 可是你看我发力 我不是这样 我不是往后 我是 我是往横 对对对对 来来来 每个人背对篮开 对 左手中心的 左脚中心的 看 好 好 俩 一 连惯一点 这分两条线 两条线 可以 这样 或者 都行 那边相反 这样的转更有威胁性 左 然后那边 或者 都是左脚 你们都是 都试一下 所有的左脚都都做 来你们四个玩个游戏 我教给你们 来 进攻人在这 背对着 比如说你们四个是互相打 比如说你防着我 你得拿着球 向着篮框 你们先给个位置 进攻在罚球线上 我球在他背上 你看见我 就是我一凶手 你就可以开始防了 进攻你可以选哪边都行 你不能在 这里面上 就这外面 你可以上篮 你上篮可是你得 在这外面调 好吧 我手上拿个球 对你手上得拿个球防守 好吧 对 对 防守变进攻 然后进攻 off 每次都换 你可以上篮可以什么都行 不一定要跳投 对 打五分 打五分 对一分 最后发一个篮 每个人发进一个就结束了 快去休息了 快去休息了 对 今天希望大家学到一些东西 前面那些运球 节奏和一些脚步 这是最需要练的了 对 然后有了一定的基础 然后再带一点点的对抗训练 像最后这样的 可是你一开始就上 对抗 就可能练不到效果 因为还是需要练一些基本功 然后 有些位置就像 你的左腿 明显就比如说 他左腿之前伤过 肌停那下就身体不敢去做 所以健身房 和普通 身体部位也很重要 今天没时间带大家练力量 可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做 也要感谢Mandy 安排这个 对 对 我们最后说一声加油吧 来 进步不能停 三二一进步 不能停 大家好 今天刚结束这个训练班 刚才跟Lululemon做了个互动 因为以后会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就当大使人这样的 然后 今天带他们练一些基本功 他们热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肺活力了 挺高的 其实他们现在这个机会就得这样练 就练一些基本功 然后强练基本功 就是每天 可是当然他们时间没那么多 不是说每天都有时间 可是我看见他们六个女生六个男生 今天就是该这么练 就先不用上最大的对抗强度 然后他们最后也练一些 就是一个小游戏 带一点点压迫感的去做一些上篮和投篮 因为对他们来说 防守人如果就正常这样对抗 他们进攻就练不到东西了 就一下子就刚才练到的东西练不到 然后之前都有分享过这个 这个小游戏这些说法 今天就让他们最后玩一下 然后很关键一点就是好玩 it's fun so they got a kick out of it and then 那个气氛都不错 然后今天一直歌单 都是网易云那个歌单我自己做的 所以挺好的 good vibes all day 一会儿自己会练个力量 昨天明天都有训练 今天算是我的一个强度稍微低点的日 所以刚好搭配到今天的训练班 带他们练 然后一会儿练一个上职力量 一会儿去吃个饭 就今天就这样了 so 多谢大家关注 以后会继续更新 加油 进步不能停